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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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情報室》特備節目 為什麼會特備呢 因為影子情報室在之前已經錄影了 但是近來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在我們錄影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人 這些電影工人員會宣佈死信 所以在第一節立刻要做一個特輯出來 這是現場的播放 現場的播放 即是現場的播放 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實我們已經準備了陳穆勝一個短短的紀念 不是很詳細 但是我們也是因應死信而去做 當然看到 但是這位Chad Rick Boseman 那個死信就來得比較突然 更加突然 更加突然 更加年輕 是的 因為他在黑人演員裡面 都算是冒起得相當快 是 是 因為MARVEL的黑炮大收 結果造就了這位演員 在MARVEL近年相當賣座的電影裡面 都有一個很高的曝光率 是吧 大家都很奇怪 四十多歲 突然間又因為這個結昌癌而逝世了 是 他走得真是 很突然 很突然 他說這個病都已經有幾年的發現了 已經是 所以他的演出 我們現在一看回那個時候 都有點覺得 他可能真的好像我們 曾經看過 列尼史國的那套黑語 就是那位松田優作 在他臨死之前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旁光癌 是 他那個演出 那種爆炸力 就很厲害 這次 因為這部電影 黑炮 他做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大造就 台長你知不知道 就是 他裡面 將那個黑人的文化 就推到一個 雖然是 威慢的那個漫畫英雄世界 他更加 他更加 這個就有 很大的 那種 突破 第一 就是 漫畫英雄裡面的 那個叫做 黑色人種的故事 他不單止 就是 在漫畫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個熱潮出來 但電影 是 你都猜不到 就是 我其實都幾惡然 就是 我覺得他 有些東西很好 但不算很完善 但你出來的那個叫做影響力 那些人瘦 是很強烈的 我也覺得奇怪 因為 一般來說 全黑人的電影 在那個最 最重成本 比如說的blockbuster 裡面 其實就 相當相當少 因為大家覺得 這樣很霧險 但是 基於近年 黑人的文化的力量 越來越強大 所以那個電影公司 都可以製作 但是 其實這套戲本身 有容易 漫畫也有容易 因為 他用黑炮這個名字 他是說 60年代那些 反種族主義的勇武派 他們後來受到 那個懲罰相當之嚴重 有些 有些在現在那個戲 即是公映的時候 反應這個東西出來的 是 整個 坐了40年牢 在那個監獄有渡過他 即是由他20歲開始 即是被捕 跟著一直沒有假釋 坐到可能 說六、七十歲 那些仍然在坐牢 那些人 那些就是 少數被判重罪的 黑炮黨的成員 那個 漫畫二道戲 其實都想出及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戲出現後 有人再去訪問 在現在的監獄 這幫黑炮黨 是 那戲本身 他開頭那一段 其實都有少少 去涉及這個問題 但他當然 就是一個極主流的電影 他不可能 全部都說了這些 其實Maffle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他基本上 這十年之間 就是Maffle 他重新用回自己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媽媽世界的 那些人原本的 那個故事的 這些英雄的神髓 是什麼東西 自己拿回來拍 尤其是黑炮 就算了 那個什麼 Dr. Stringer 一樣 那邊是美國的媽媽 但這裡是英國派的 這個更加難 就是他有三樣東西 我想很多人都認識 不用說得那麼複雜 第一 就是想說 黑人的精神 在美國 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第二 就回應時機 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Captain Marvel 這個女性英雄出來的時候 這個黑炮 他告訴你 他那幫黑色的女王 就已經建立了出來 第三 就是演出的方面 美術的方面 他用了很多 那些黑人的那種 美術觀點 放回到這個白人世界那裡 而且尤其是他選的演員 他 除了合後的角色之餘 做他的那個反派 亦都大家有恩怨情仇的那個主角 就是也都跳過出來 所以那部電影 對於那個叫漫畫英雄裡面來講 他有一個相當之大的突破 是 那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電影行業裡面 譬如《紀圖》這類型的經驗 就可以解答一下這種制作上的困難 就是這個主角 他現在英年早逝 是 那黑炮是否無以為計呢 始終我想在目前來講 他們 我想他都有想過 還有我懷疑 如果他 他都提出了 他的家人都說 其實這個發現都有幾年了 那當他在我想拍黑炮的時期 應該大家都有些知道的 或者拍M-game那時候 都已經 都有那個理解 那我反而 就是有一個感覺 因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網上 那個都 有人馬上都找回 就在一百年那時候 都 都那個怎樣介紹 我們會拍黑炮 就找他來去做的 那個 我懷疑 那時候Unman 他們 都知道他會有這個病 那很多時候 但問題就是 他知道這個病 電影公司還選他 你會看到有時候電影公司 有感情的那些 那後面那些保險公司 那些保險公司會債 那是要爭辯的 理性和感情裡面 那裡你就會 那個叫做內在的價值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 一定會有討論過 因為那個等同於 因為他做這個角色 就在開頭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時期 你接著一個角色 他最少與你做三部 最多就是 最好就像黃飛鴻一樣 不是你說誰 黃飛鴻 那幾百集 不是 你連接都做了三集 最少是三集 就是他那個計算 因為三集 你如果那個型 真的很好 你可以繼續就是 但是三集 他一個叫做行銷的一個 一個就是常規 這樣 但是我相信 他有一個這樣的了解之度 還有其實是那個叫做 用那個賭博來做 這個就是 剛剛今天 就是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我覺得他做出來的時候 他的確 那個形象 和他的演出 他帶了一種 以前看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到目的 我覺得很陌生 我覺得他這套是好看的 但是他有些事情 就是 他去得很好 很奇怪 但是不是演出 那套 演出的那個 每個都很好 但是那部戲 裡面好像有點瑕疵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 結果出來 現在大家看 其實大部分都很接受 這個戲 就變成了Marvel 系列裡面的經典中 其中之一 他的地位 去到Iron Man 意義 不過我很坦白說 我自己對黑炮這套片 就不太好 但是我發覺 坊間 雖然香港也是 對這位演員 細細 又頗為有感覺 是 甚至我覺得 比Iron Man更加強 這個是近年那個 種族文化的改變 而這套黑炮再拍 我就覺得 有多大的挑戰 是 就不是純粹是一個演員方面 而是在於那個 現在美國的政治局勢 是 即你在外面 你這個說得對 是 你為什麼在戲裡面 可以拿回一些這些 而不導致 或者主流觀眾會反感 應該是很不合 這個我想是很 你去到這個時刻 你覺得Marvel 製造了一個前期出來 因為他差不多 你當用十年為期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他已經 現在是做那個 叫做第四階段的Marvel Marvel電影 但是這個第四階段的完結之前 就是Endgame 就是帶來一個很大的熱潮 但是 以此同時 你看到最後一集的時間 就是他們靈魂的領袖 Stanley 又跟大家說個Goodbye 那一刻也是很突然的 那我想對他們的創作 那樣東西之後 他應該都有些步驟 已經有了 但是 其實那個 你會看到那個步驟 叫做沒有Stanley 那個時期 但是很快 就馬上 今天收到一個更新的消息 就是 黑豹這個主角 這個真命天子 他與世長遲 那麼 黑豹這個電影那個 繼續 怎麼去呢 理論上這個番材 一定走下去 但是現在怎麼搞 但是不要緊的 我們知道就是 譬如這個生死時速 Paul Walker也要出來 是不是 是啊 你對 因為我覺得他一定要 我覺得 如果以這樣的預測 黑豹一定還要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去到這個第四階段 其實大家在等 第四階段 就是 都認了一個時期 就是說 2020之後的那些Marvel的戲 你會看到 Marvel世界裏面 有一種很大的改變 那第一個改變 已經講了給大家聽 就是 蜘蛛這個新的蜘蛛仔 他會面對一件事 就是說 突然之間 有一種力量 有一種陰謀 以假作真 就是那個什麼 指什麼 指什麼 蜘蛛為馬 蜘蛛為馬 就是說這個蜘蛛仔 他不是一個英雄 很多的事情 其實是他做出來的 他是一個最奸 最不好的一個人 那個預告已經講了出來 就是說 第四階段 就是一個很大的顛倒 但是關鍵 至於蜘蛛 這個 他要怎樣處理呢 因為蜘蛛他帶出來的 那個最大的因由 就是 他是在 End Game 之前 他一定要完成有幾個 蜘蛛的英雄的人物 在電影 已經擺了他的地位 先 就是 Dotor Strange 就是很重要的 敬如博士 加上他 一聽完之後 行了 End Game 可以來的 但是 End Game 兩集完結之後 那時候 最大的出現就是 這個主角 他過身的話 他黑豹做出來的那個世界 你會看到 黑豹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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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電影和現實世界 都會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黑豹那個王國 他們就是一個叫做人類 找到一個最新的 Element 那個元素 那種元素 是可以令到這個世界改變 還有可以 可以有很多 就是他不需要 就這樣做太空船 那麼簡單 那種物料 可以令到他改變世界的 那些物料 那要怎樣呢 就跟黑豹去溝通 談判 然後發展一個 將來的整個世界 馬虎宇宙的那個 過程 那我相信 因為沒有了他 他要一個很大的 歌曲 但是你如果是 再看完其他的主角 都有類似的問題 是 你說 Ironman 跟他做了多久呢 我想都差不多 Ironman 他現在都 其實現在 講給你聽 Ironman 不是最重要的 Happy 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助手 Happy 是最重要的 大家看那個 肥肥得得的那個 變了一個很關鍵 他有一個部署的 而且他也都 想大家去看 那個時候 他每一個人物 即每一個經典的人物 他會有一個 新的situation 是說出來的 買版本 譬如 Ironman 他最關鍵 在電影裡 都已經跟大家拜拜 做成一個很大的高潮 但是這個拜拜 是不是真的叫做 沒有了 當然不會 精神不死 當然不會 這些不是清人不死 是 Star Wars 真的 不是 他 他有這件事出來 所以 他現在 這個 這件事出來的 那個意外 大家 除了雙感之外 那裏 其實都 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就等同於 那個 Star Wars Pinsettia 是 是 是 那個過身 雖然他都 有些特技 和有些舊的背景 始終是 不是很過癮 是 始終你會看到 他那個 這個叫做完結編 的裏面那裏 那裏 如果再延續 那個 那個戲劇 裏面 他現在 就趕快要 快點搞那個 Sky Luke Skywalker 的那些 不是 他都走完 就不用搞 你又笑 你又笑 因為 因為 夏里順福 電影的角色 已經拜拜 Solo Solo 現在 你會看到 他的結尾 都是說 他最主要 就問那個女主角 你是誰 我是Skywalker 她是接班人 那個爸爸 那樣東西 會變成 一個很重要的戲劇 這個 我覺得現在 現在都是 因為他這個是 黑炮這個世界 那個王子 還有我覺得 第一集那裏 他其實 那個反派 即他那兩兄弟 那種 恩怨情仇 是最好看的 還有他有一班 那個家人 他的那個王后 和細妹 和那個戰士 都已經接著 這個就是 黑色女兒兵 是很好看的 但是他 是一個叫做 王子的身份 他等同於那個 卡通編的 欄傭 那他究竟 他要怎樣去改變 我覺得 因為他的那個過身 其實大家都覺得 是 除了要想之外 那時候 那我也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的演出 實在是不頑 尤其是 他那個演出來 那時候 眼神 來去捕捉 那個角色 那些戲 其實我看的時候 都會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當然 如果以戲來講 我喜歡做反派 那個 多一點的 但是他那種叫做 王者的風範 他都是捕捉出來的 現在走了 很可惜 無論如何 我絕對相信 Marvel 一定有方法想 雲飛揚都搞定 那何況 一個黑豹 即是天殘變 雲飛揚 但是你要記住 可能那時候 很多事情搞定 是因為有個Stanley 在那裡 我以為 你有個蕭先生在那裡 是啊 現在頭髮就發佩了 頭髮發佩了 之後 你剛才這樣 我們 聽不到 沒有講過 沒有講過 基本上 這個 我想他們是要想 因為我們 我們都 曾經在這個病疫期間 那時候 都有 找回 講回 Marvel的 何去何蟲 趁著這個 疫情的改變 是 大鑊了 這次真的 這次真的大鑊了 那他 好像是Endgame 裡面 他都說 幸好拍了Endgame 變成了一個語言 是 Endgame 那個最大的改變 就是他講的 不是世界末日 因為 世界末日之後 有辦法可以把它 再 叫做 宇宙延伸 延伸 下去那個時間 但你會發覺 人的意識 是改變了 記憶是不同的 他就是想講的 這個 這個 當時他已經 預測到的一個現狀 現在這個 就不是電影 你會看到 他提及的 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 都在看著 我們的 這個 時刻2020 打後 那個世界 重視 做一個運作的時候 都一定有很多 跟他電影講的 那個 每日的訊息 是很好 那個Endgame 是很接近的 還有 就是有一個很不幸的現象 就是 電影人 無論是在 荷里活 或者是在香港 是 他那個 那個 過生的 那個 那個比率 都很高 很高 很高 甚至那個 年紀越來越小 這個 都是比較奇怪 是啊 那他 是應該 話說回來 事後大家都會 在那裡 再去追查的時候 都是跟這個 叫做 這個 這個疫情 那個 那個關聯 我們是要找回那個 因由 現在 你會看到有很多很多人 那些過生 那些 那些紀錄出來 有一點兒吃驚 是啊 Anyway 我們接下來 有其他的環節 譬如我們講到 戲院重光 是 有成語動畫狼 也都有 最重要的 什麼講成語動畫狼 講到 紫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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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 撕殺半島 是 今天的重頭戲 因為我們兩個都 飛身撲去看 也是相當精彩的一部電影 嗯 那大家繼續收看 第二節